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铁人音乐频道 我是陈磊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要给大家介绍两款琴呢 应该算得上是咱们铁人平台上面 关注度还比较高的两款产品 因为之前我在节目里面也用到过 有些朋友就问啊 这个陈老师用的是这个琴是什么琴啊 到底是 那么今天呢 就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两把来自日本 Keypro非常华丽的两款新品 你的唧ında 就算你的赢粉 包红套 朝楼干净 视频 那么确实是两把非常好看的这个琴啊 那么这把蓝色的这个strut是第一次增长 那么我身边这把红色的telly呢 确实是在我之前的节目里面有用到过 可能是这个天面啊 包括这个颜色啊 比较的骚 一下就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啊 如果大家有影响的话 其实在我们前三月份的时候 就是这个kepro品牌的日本的老大 Kanji还有他们的韩国的品公司Andy 就特意到长沙 我们拍摄了一期节目 聊了很多这个kepro这个品牌的一些内容啊 包括日本的一些志情啊 包括一些雅滚乐的方方面面的一些内容 可见当时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市场 还是这个非常重视的 因为对于大家来说 这kepro应该到现在还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品牌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还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三月份的那期节目 那期节目也是我第一次啊 全程说日的一次节目 压力比较大啊 老大来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一直到现在啊 又经历过了这个七八个月的时间 他们呢又一次的发给我们了 他最新的一个新品啊 这两个都算是新品 那么在我试过以后呢 我觉得比当时的试过那几把琴呢 又有了一些小小的改进啊 因为这个kenji他本身自己呢 就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吉他手啊 我估计他弹琴到现在 至少应该有个二三十年啊 三四年 反正很长时间的一个历史了吧 到现在他也是那种看着这个琴啊 看到一把琴他就会按捺不住啊 就一定要play一下的这种乐手 所以呢 他对自己品牌的这个琴啊 应该说是还是非常有要求的啊 这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改良 让它变得更好 那么这个也是很多日本品牌啊 当然不光是这个乐器行业了 就是日本的各行各业的一个 企业的一个立足点啊 他们就是以这更优 更好的品质 还有服务来吸引客户 当然一个新的品牌 刚出来的时候啊 你要说影响力的话 绝对是干不过那些所谓 几十年的这种传统大牌了 但是呢 一个新品牌往往 它的性价比会更高 并且呢 它的这个做工啊 可以说是足够的用心 那么其实在这些方面呢 还是可以影响 还是可以吸引很多的 这样的客户的啊 那么这也是 为什么铁人的节目里面 老是做这个类型的 这个产品的这个原因啊 因为确实是好的选择 对的选择 其实还有很多 那么今天呢 要给大家介绍的两把 Key Pro 是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那我们从第一把的这把 蓝色的开始 那么这一把海洋 见面色的Key Pro 外观是经典的Strad造型 4A级续状蜂木贴面 一整块的沉木群体 无羊烤腹木群颈 搭配22品乌木纸板 Key Pro定制的单单双 适应器配置 五档切换 一个音量 一个音色旋钮 最后搭载一个切单开关 可以说在今年上海乐展期间呢 Key Pro展位上面 最为明星的啊 就是这把 三色见面的琴了 他们叫什么呢 这个这个海洋之星吧 那不管它叫什么 我第一眼看到这把琴呢 其实还觉得 也还好了 也没那么夸张 因为像是在机前 PRS啊 包括我们Anderson 都有做过这种三色渐变的 这样的一些产品 只是说这种上色 它的工艺会比较复杂 而且要求比较高 所以呢 他们的价格都非常的贵啊 基本上都在4万 4万以上 或者这样的一个区间啊 基本上也是 我这个只能想一想的 这个价格区间啊 那么到我倒是觉得啊 除了它的这个正面以外 我个人还比较喜欢 更喜欢它的这个背面的这个处理啊 特别是这个深考覆墓的这个情景啊 这个非常的减档次啊 包括它这个后面的喷漆也非常的薄 这个墓纹很显得比较高达上的感觉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 它今年的这个手感 新品的手感啊 跟以前我测评过的 是有一些变化的 以前呢 是那种很大黑粗 很美式的那种感觉啊 现在呢 它改的稍微薄一点 但是也不是特别薄 它是一个玉形的感觉 那么对于手比较小的 或者是国内的乐手 我觉得这个手感应该是更加适合的 那么最后呢 咱们要讲到这个摇霸啊 因为我弹这个琴啊 就弹这个类型的琴 是从来不用摇霸的啊 我可能就JPE啊 我一些双摇的琴的时候 可能会用一下摇霸啊 这种比较fusion感觉的琴的话 我一般都不会用摇霸 所以说这个琴啊 它整个的设计 应该还是考虑到了很多这个 日本的这个传统乐手的一些需求 特别是这个Candy他本人 因为他喜欢这个 Jason Baker嘛 不是Jason Baker Jeff Baker啊 所以他弹琴的时候老师会 会这样演奏一些东西 他会弹一些这样的东西啊 我是不太喜欢这样弹的啊 他会有一些这样的摇霸技巧 那么确实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呢 确实会对你的一些颤音的技巧 会有一些帮助 但是呢 像这种小弹小双摇的这种设计 你千万别搞这个啊 现在我们就开始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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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